两名园警路边取地违规停车 旁边店家突然轰 一声炸了开来 只有几公尺的距离差点被炸到 他们吓了一大跳 反射性的弯腰抱头连连往后退 两人牵着手经历了爆炸瞬间 回锅神来立马上前查看 气爆之后屋内烧了起来 火焰蔓延当中 园警跟民众合力救出了一名女伤者 把人抱到路边等待救护车 瞬间听到爆炸声 然后我当下是吓到 然后马上去看旁边周遭有没有人 然后发现那个民宅里面有一个女子 好像有受伤 受伤的是店家43岁的宁姓老板娘 她脸部手部烧烫伤 意识清醒 由救护车送医 先生陪同前往医院 一外发生在上午8点多 台中永新街这家小吃店 店内炸得面目全非 建筑物是三楼透天错 后方有家盖 一楼出租当店面 二三楼还住着房东一家人 房东一度受困 消防队员到场之后 引导下楼脱离危险 据说他是在 准备三点的时候发生气爆 那有搜索到三楼有三名民众 那由我们向那里引导下楼 小吃店名叫卢很大 是一家牛肉面小吃店 招牌上营业时间 早上11点到晚上9点 不过左邻右舍表示 店家休息了好一阵子 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 营业时间并不稳定 发生气爆事件 得修更久了 TBS新闻苏泰影 吴淑平台中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